后场的时候已经有点忍不住了 来来来 赶紧跟我们的朋友们先打个招呼吧 哈喽 大家好 我是李宁运动潮流产品全球代言人 肖战 欢迎肖战 其实肖战已经是我们这个李宁的家人了 对不对 是 对 然后其实我们也了解到在这个生活当中 战战也会跑步锻炼 所以今天来到我们李宁的跑步小课堂 现在有没有什么样的感受跟大家先分享一下 现在的感受就是有点兴奋 然后也有点紧张 虽然平时跑步也会锻炼呢 但是还是会有需要提高 然后需要一些专业的知识 所以今天希望通过我的分享 能让更多的人爱上跑步 加入跑步的行列 那么今天我们要结合这堂课的主题 忍不住想跑 所以想问一下战战平时有没有什么 忍不住想跑的时候 比如说现在 想跑去哪 想跑去哪 现在就忍不住想跑 想动起来 对不对 我们今天的这个跑步小课堂呢 战战会有哪些期待 希望可以在我们的课上可以感受到 没错 就像我刚刚说了希望了解更多关于专业的跑步的一些知识 然后能把这个内容更加健康科学的 然后自我消化再传递给大家 所以我们也希望可以通过战战 把今天更多的这个关于跑步的健康的方式来分享给大家 那我们要来公布一下我们今天的课程 我们今天这个小课堂是分为两节课 分别是我们的装备理论小课堂 还有我们的实战小课堂 那现在我们先来开始今天的第一堂课 我们要请战战跟我们先移步到我们的装备教室好不好 来 这边有请 这里就是我们的装备教室了 战战今天穿的这身look也跟大家来介绍一下 当时为什么挑选这身look好不好 我觉得今天上课肯定会有很多关于跑步的干货 所以呢 我选择了这一身比较方便 然后比较轻盈的这一身 其实穿上会觉得没有什么负担感 所以今天可以好好来上上课来体验一下 我们这个跑步带给大家的魅力 那我们的好的装备不但可以在运动当中 可以保持舒适 更可以为你的这个训练效果加分 这也是我们第一节课的这个装备小课堂的一个核心理念 看一下我们身后 有很多的最新的这些产品 可以跟大家来展示 我们的这些产品当中 其实也是运用到了最新的一些技术 我们的ATL 我们的衣服的面料 都是非常的这个舒服 其实就我身上这一件嘛 对 然后呢 其实包括我们的这个裤子 它的弹性会非常的好 你穿起来呢 就是没有任何的束缚 这样平时除了这个运动的时候穿这个运动服 平时你出门的时候会穿这个运动装备出门 会啊 会 因为我觉得平时就是一个很放松的一个生活的状态 怎么舒服怎么来 而且我们可以看一下我们身后的这个衣服有很多不同的颜色 透气性 柔韧性 然后包括它的这个时尚的属性也非常的好 这个面料跟我身上这些面料是一样的 对对对 它是非常非常透气的 对对 是 非常的舒服 这个我觉得生活当中穿跟运动时候穿都会非常的时尚 对 没错 其实我觉得呢 穿这样的运动装备呢 去生活也好 或者是你出门干什么也好 不会很违和 嗯 好 刚才那我们也分享了很多关于跑步服饰的选择 那除此以外 其实我觉得更重要的是要一双合适的跑鞋 对不对 那今天我们可以看到我们的左前方就是我们李宁的跑鞋的矩阵了 接下来我们就请站站一步到我们的跑鞋矩阵去 接下来我们就要请上一位神秘的嘉宾来到我们的现场 他在赛场上呢是奥运冠军 那生活当中呢他是跑步的爱好者 那接下来我们就要请他来跟大家一起来分享一下 也要听一听他是怎么来选择适合自己的装备 接下来就让我们有请体操奥运冠军邢奥伟 欢迎邢老师 大家好 大家好 欢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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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任好 站长好 你好 你好 老师就一起来 好 嗯 对 接下来我们就要请邢老师跟站长跟大家一起来 来分享一下怎么来选择这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装备 就是我们的跑鞋 嗯 嗯 非常高兴啊 能来到我们这么好的一个活动现场 来跟大家分享我平时的一些运动啊 健身啊 一些小小的一些经验 嗯 来到这里也是跟大家去学习 然后呢我们共同进步 让自己的跑步更加科学 这是最主要的 嗯 所以今天来到我们的现场 会有哪些要跟大家分享的内容 嗯 分享的内容很多 但主要分享的呢 就是一是跑步的一些相关的知识 嗯 比如在跑前准备什么 嗯 跑后我们一干什么 但是主要的就是我们今天要分享我们的这些鞋的这种 如何去选择是很关键的 嗯 是的 今天我们呃 呃 邢老师在现场会跟站长一起为大家来讲解一下哈 你是不同的这个等级的跑步的这个爱好者有不同的选择 对不对 因为我们根据每个人的这个跑步的这种状态 我们要选择不同的鞋来去跑步 当然如果很多喜欢装备的话 那我们这些李宁的这些鞋都是可以的 又好看 然后呢 穿上呢 会让你的跑步的这种配速啊 会有很大的一个不错的提升吧 嗯 所以接下来我们就要请两位跟大家好好来分享一下这个选择的经验 对 因为选择跑鞋不一定是选择我要买这个很贵的 是不是我跑起来会更好 但并不是一定要选择适合自己的鞋才是最主要的 因为鞋穿上自己脚上才能知道合不合适 没错 所以我们现在可以看到就是李宁的跑鞋分的特别的细哈 针对不同的这个族群其实我们都有细分 比如说我们这排是这个适合 大家可以看到我们这个第一排 大家一看就可以看到出于初跑者 比如大家刚想跑步 但是又不知道选择什么样的鞋的时候 我们就可以选择大家可以看用我们的超青 赞赞这个应该你比较熟吧 这个就是我今天脚上的这一双 同款超青 你就先穿上了 我觉得这个超青特别适合 上面也写了 适合日常然后慢跑和中低强度的运动 比较适合像我这样的 像大家这种比较广泛的这种初级的跑步者 很经典的一款跑鞋 就是你又想跑 又不知道要选择什么哪一款的时候 那我们这个超青19就是正好是个选择 所以它上脚是个什么样的感受 这样跟大家可以分享一下 很轻 然后没有一点负担 这个就是这双鞋的特点 就是你穿上以后 你没有什么负担 就是负重感 你跑起来 我怎么感觉我没穿鞋 其实这就是它的科技 就是你穿上以后就感觉是 你跑起来你的腿 你的小腿不会是很累 就让你跑起来没有很大的 所以它有一种人鞋合一的感觉 其实它是算是一种保护 对就是保护 那说到战战说到保护 那我们还有两款看 月影和我们的这个烈骏 那它就是起到一个很大的很好的一个保护 像我们这个月影大家可以看一下 它的这个足跟都是起到保护的 因为选鞋最主要就是它的这个包脚性 就你穿上以后很有安全感 非常专业 对这个是很重要的 大家可以看 对你看我们像是非常的专业 然后我们讲到保护 其实我们这两款 我们的烈骏跟月影都是起到保护的作用 烈骏它的科技稳定性保护感会更强一些 选择了这种一个跑步作为一个健身 那我们的持之以恒是很重要的 那我们就要选择一个出跑者经常面临的一个问题 就是这层那层 那我们这个鞋就会提供一下保护作用 没错其实大家都觉得跑步好像是一个很简单的一个运动 但其实跑步其实如果方法活荡 装备选择不适合自己的话 其实很容易受伤 就是它的风险性还是很高的 对一款这个好的跑鞋 其实真的可以给大家提供很多的这个功能 是这个是我们适合这个出跑者的鞋的选择 那接下来我们要进阶一下了 进阶到我们这个稍微厉害一点的升级了 进阶者 进阶者大家可以看到有绝影有两款 然后还有我们的赤兔 对所以他们的这个不同点都是什么 跟大家介绍一下 那这款绝影鞋呢 其实我知道 而且我也穿过 还有很多潮流鞋也用了这个设计 而且这个中空的结构外观啊 令人印象非常的深刻 叫李宁匠 匠科技 弹力很好 另外从功能上也可以让你的续航能力会更好 因为他毕竟是从你的初跑者进阶到我们的一个喜欢上跑步 又想跑一些中场跑的人一个很好的一个选择 所以这是他厉害的地方 那赤兔呢 赤兔5 Pro呢 它是一双综合能力很强 建具了轻弹耐久稳定的一个特性 你看这个弹力就是跑步的时候 有时候跑步你看 它需要这种 这种 这种 登地的一下 特别是跑 回弹的这一下是吧 它的巴力 它的稳定性 是李宁跑鞋夹足当中竞速训练的代表性的一款跑鞋 所以看来我们赤兔5 Pro是一双非常全能的跑鞋 既能满足这个高频次慢跑的需要 然后也可以支持一个提速的训练 想要全能型的我们就选这个赤兔 所以刚才我们从这边已经看到了 从青铜到星耀 然后我们来看一下王者 看一下我们王者应该适合哪款鞋 这个王者呢 其实大家都知道 这个王者系列就更加适合我们的专业运动员 还有在跑步界的一些这种运动大神们 进行他们的长距离的比如半马 然后还有全马的这种挑战吧 比如说你看大家可以看我们飞电 它是有三款 这个鞋看起来就很有速度的感觉 这个外观就比较有速度感 对它的设计 我看到这双鞋以后 我就感觉我是在跟科技对话 这个飞电2.0就是我们里宁跑步系里面的顶级产品 它里面的科技含量特别大 有碳板 然后有里宁泵 还有我们特别需要大家可以关注的话 它里面有一个直诊的一个科技在里面 让我们的这种符合的助力跑的时候更加强大 那当然最主要的呢 它还有一个就是让我们的专业运动员 还有特别喜欢跑步的这大神 提高他们的运动成绩 打破自己的记录 那我也希望有一天我能驾驭他 然后去体验一下他的脚感 绝对没有问题 像站在这种各个方面都很优秀的 我相信真的是没有问题 不敢当不敢当 刚才我们也讲到我们不同的鞋 有不同的名字 比如说我们的这个月影啊 狼猎骏啊对不对 绝影赤兔飞电 他们好像都有一个共同点 对这个我知道这个我知道 他们都是马的名字 对都是马的名字 观察非常仔细 其实之前我们有听这个李宁的设计师有分享过 他之所以这么命名呢 就是因为他希望就是拥有马的力量 然后速度耐力 然后忠诚的这个特点 就跟我们这个跑鞋应该具有的特性是非常相似的 所以就都用了这个马的名字来命名 哎刚才我们也介绍了我们身后的这一强 就是我们李宁非常厉害的鞋 当中我们也讲到了他们有一个共同点 就是都含有这个蹦科技 所以我们要把压力给到站站 就是跟大家来说一下蹦科技到底是什么 蹦科技就是让站站过来主要给我们讲讲 这个我知道啊 所有的鞋呢 他们都使用了李宁蹦轻弹科技 让这个鞋呢更加的有弹力 然后更加的可以保护好每一个跑步的人 是我们这个蹦字其实也代表了这个很大的能量 说的是我们鞋底触地反弹之后 可以给予巨大的这个支撑力迅速的回弹 所以通过我们的描述 大家不知道能不能get到我们这个蹦的神奇 那我们现场呢也有一段视频 我们一起来更加直观地了解一下我们的蹦科技 好不好 我们来看一下 哇 这是多高啊 我们后面的刻度是 这得有它好像从五米往下 五米 它回弹怎么也回到四米的距离 对 哇 所以怎么样看到我们这个蹦科技的更加直观的视频之后 什么样的感受 非常的非常的直观 其实通过这个视频呢更加直观地感受到了这个蹦的科技啊 而且这个视频其实我 我不是第一次看 我之前其实有在网上看到过 但是呢还是觉得不可思议 而且我之前也有了解过一些 这个蹦的这个材料的相关知识 但没想到从这么高的地方扔下来 这个鸡蛋也完全没有损坏 我到现在还是觉得很神奇 觉得很神奇吧 但是就一直想轻声地试验一下 想试验一下是吧 好的我们就满足我们好奇宝宝的需求 今天我们就让两位 对我们在现场来试验一下 我们这个蹦到底有多么的厉害 我们这个材料的缓震跟我们的这个回弹 都在视频当中表现得淋漓尽致了 然后接下来我们这个实验室的装置 会来到我们的现场 接下来我们请两位移步到我们的台前 然后来试验一下我们这个蹦的科技 好好不好 有请 好了现在就来到我们的这个实验的区域了 大家可以看到这个就是我们的蹦材料制作的 所以接下来我们就要请两位来试一试 把鸡蛋扔到我们的装置当中 它回弹 然后看能不能接得住 哇 这个是升级的 对你可以试一下里头有没有水一声 这真的是我们的升级大好不是煮熟的 对 真的 真的真的肯定 要不然邢老师你先来试一下 我先来啊 你先来试一下 邢老师先来 帮你介绍 帮你介绍 主持人来我一边 真的真的 你们这不知道这方向从哪 谢谢啊 来了 确定啊 因为我只看过这个视频做实验 好 来了啊 3 2 1 哇这个真的真的很好 完好无损 哇塞 真的 站长你要不要试一下 可以可以可以 好 这个 那我高一点吧 你再高一点 高一点 3 2 1 哎呦 哇塞 感觉他打了我一下 我感觉他的回弹力真的是 回弹力 还是有点冲击力的 对不对 这很神奇 对 我真的好不好玩 有意思 这很有意思 所以我们通过这个实验 先让他感受到他的这个震撼的效果 接下来呢 我们来进行一个进阶版吧 因为刚才我们在视频当中看到 他站得非常的高 所以今天我们现场 不妨我们也上一个道具 把这个高度再增加一些 再增加一些 来我们请工作人员来上一下道具 好 好 这个高度谁想来挑战 那我先来吧 好 站上来吧 我觉得这个的难度呢 就在于能不能接触这个鸡蛋 压力好大 压力给到你们了 压力给到我们 我感觉都挺难的 因为这个科技真的是 不知道往哪弹 因为他弹性太好了 对对对对 360度的弹 来了 3 2 2 1 这个好垂直 丢的好 对 可以 对 你们感受完之后 再结合自己脚上的这个感觉 是不是又完全不一样 对 这个回弹跟减震的效果 其实真的挺震撼的 这个蛋落在泵上 落而不碎 回弹也很高 平时我穿这个 具有这个科技 这个泵的科技在里面 就是感觉跑起来很轻松 就是跳起来也很轻松 其实他就是在变向的 保护我们的脚踝 是的 我觉得就是我们的材料 真的非常厉害 所以我觉得刚才 我们做完实验之后 两位好像更加的想要跑起来 有没有忍不住想跑的感觉 所以我们的第一堂的这个 跑步小课堂的第一节课呢 在这里就 马上结束了 马上我们要去到第二节课 请两位一步到我们的这个实战课的教室 我们会通过一些练习来进行一些训练的项目 然后进一步的来提高我们的跑步技能 好不好 没问题 两位这边请 好的 现在来到的就是我们这个实战课的教室 那我们今天的实战课是包括这个腿部 然后核心 稳定性的挑战的项目 然后这些项目都是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可以做到的 而且这些训练也可以帮助大家更好的来提升我们跑步的质量 没错 那我就一定要好好训练一下 提升一下自己的跑步的能力 是的 那接下来我们跑步之前是不是要先来把这个身子热起来 而且我们在跑步之前一定要检查一下自己的装备 对 装备很重要 有哪些讲究吗 比如我们跑鞋是肯定的了 然后我们的衣服 还有我们在跑步过程当中一些小的细节都要去注意的 诶我看一下就是邢老师这个鞋带绑的 对比较特别 可以看一下我是两个不一样的 对你看那边的那个是比较复杂的一个 哦 还真是啊 然后这边是好像跟我们是一样的 对 在跑步之前我们小的细节是特别重要 别看一个小小的鞋带 如果你在跑步的过程当中鞋带一旦开了 一旦踩到鞋带你就很容易摔跤 你就容易出现一些问题 所以说我在系鞋带的时候是特别去绕了两圈 所以说我可以给大家演示一下 要多绕两圈 然后那赞赞也可以学一些 可以可以 没问题 你看 所以是先打一节 对先打一节 还是这样 你打个死节 赞赞直接把自己捆住 绑死了 好了这样 然后呢我们可以看这样 两边 然后呢这样 交叉 一般呢大家可能就打一节 就结束了 但是我们可以这边一圈 然后呢这边再一圈 正的一圈 反的一圈 哦 就是这样一圈 然后这边再一圈 然后我们这样 拿紧 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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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样的话 一它不是死节 当你说这一松 它就松开了 这个也是一松就可以 在一跑的时候 因为它是双节的嘛 嗯 所以是跑的时候就会非常的安全 它不会松开 比较稳固 一 不会影响你在跑步的时候 影响你的这种 就是跑步的过程 这种运动的节奏 二 它就不会容易出现 鞋带开了 一旦踩到就容易受伤 哦 所以这个真的是 这就是细节 因为 来这边改一改 学到了一个这个小的tips 但是非常的实用 这个真是不错 诶 以后我们在这个跑步的过程当中 就可以很好的运用起来 对 在看我们今天活动的各位朋友 也可以学起来 这个非常好的一个 绑鞋大的方式 就是非常的结实 也非常的安全 嗯 诶 可以 诶 诶 你看这样你在跑的时候 再快它也不会松开 诶 对 你想把它甩开吗 对 这个是非常牢固的劲 对 这是非常牢固了 就可以很好的保护我们的这个 这个双脚 所以接下来我们就要来开启 接下来的实战课的环节 嗯 那我们的装备已经准备好了 所以接下来是不是要来 行动一下 身体机能打开它 激活一下我们的身体机能 这个特别重要 因为在训练之前呢 我们的身体状态 在运动之前我们专业术语叫 动作准备 明白 就是把我们的那个身体 调整到一个比较好的一个 技能状态 而且可以降低在运动的一些损伤 是的 因为没错啊 因为战战还是很懂的 因为这样可以增加我们 关节的运动范围和灵活性 嗯 帮助肌肉呢 冲血提升体温 促进肌肉的收缩和放松 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帮助 所以那我们来开始第一个动作吧 第一个动作 第一个动作 叫弓肩步 弓肩步练的是大腿 然后膝盖的稳定性 然后这样也可以看我做一次 对 我们可以双手插腰 双手插腰 然后1 这个平时我在家也会做 对 3 对很好 4 5 6 7 8 9 10 10 可以 我选你是不是要加入我们 我还想说 怎么都是他们在干活 我还蛮轻松的 一起加入我们 我们再跳5个吧 好 没有5个 好 走 一拜 走 1 2 3 4 5 好的 可以 哇 一看战战就会说 他平时也练这个 因为这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心肺 染指 然后再加上 我们稳定我们的这个膝盖的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动作 没错 第二个动作呢 因为我们刚才活动开了 我会做一个蹦蹦跳跳的一个 没问题 蹦蹦跳跳的叫比较流行的呢 它是模拟魔鬼 魔鬼跳绳的一个跳 好鬼跳 大家可以看一下 嗯 这种 可以用手 很像跳舞 有点像跳舞的动作 这是协调性的一个训练方法 真的不算 站站站可以 可以 可以 站站你可以 手艺跳绳的方式 对可以 真的不错 不错 哇 可以 是不是感觉穿上我们这个 我穿的这个 很轻松 就感觉并不成立 那第三个呢 需要倒计 需要倒计 做一下我们的这个上肢的训练 没问题 我们已经从腿部激活到了这个上肢了 对不对 上肢 所以我们需要把全身都激活 然后再进行这个跑步的训练 对 因为站站平时他也也说过 他也会运动一些 做一些 对 做一些基本的 所以说这些呢 基本上从上到下都可以去练 嗯 那这个呢就是比较简易的一个俯卧撑的一个训练方式方法 大概每堂课的话你可以做15个乘以5组都可以 嗯 然后呢我们双手在这 对 可以在这一边 然后我们就 一 这个其实就是上肢 对吧 二 三 四 五 如果更有能力的话可以翘起一只手 好 做个简单的加一下核心 可以 嗯 慢一点先 哎对很好 嗯 然后 哇好赏心悦目的一个画面 对 哎做运动真的很帅 是 我们再来两个 再来两个 二 三 哇 因为一些简单的运动啊 像像站站平时工作比较累 他可以通过一些运动来调节自己的情绪 对 让工作更好吧 其实流流汗会让自己更加的放松 对 放松一些 所以 还有吗 还有啊还还练吗 可以啊 哈哈哈哈 再来一个吧 好再来一个是吧 好再来一个 这个时候 比如说我累的时候 我颈椎难受的时候 我们都可以练的一个 就是 我们 站直 然后稍微弯一点腿 然后 稍微 身体前倾 然后双手打开 然后转 一 头不要动啊 尽量头不要动 转身子 二 对 三 这个是对颈部和腰部有很好的一个缓解 对 他的这个压力 平时大家坐长的腰疼啊 手机看钻了 对 九座可以做这个动作 然后呢 还有很多人有点驼背的 大家可以做做这个 这个动作很好 对 我们再来五个 一 二 三 四 五 这样就是对我们的这个腰部 他会有一个很好的一个拉伸 不缓解 哦 那当然 你在跑之前你做这些的话 简简单单的 慢慢的热身 我们的后背 微微出汗 再进行跑步 嗯 是最好的 会让你的运动成绩 会有所提高的 没错 我已经出汗了 站站的额头已经微微的有水珠出来了 没有 站站就是一看就是很用心 再去做 跑之前的热身 因为他知道热身是非常重要的 非常重要的 非常重要 所以星老师还有哪些压箱宝 可以今天彻底的都教给我们 我一般我都是康复性训练 因为我自己运动员嘛 就伤病比较多 我在进行康复性训练和跑之前呢 我自己会做的一个简单的动作呢 就是稍微的 不是快跌 就慢跌 对就这种 好 就是用脚尖 去感觉这个足底的这个 着地的这种感觉 然后慢慢让足底 把它慢慢的打开 不要很快 因为我们需要 因为刚才已经是很激烈了 我们就可以慢一点 这是做完这个 我们就可以去跑步 我们就可以去健身 明白 所以先让这个心脏 慢慢的缓冲下来 嗯 然后在这个过程当中呢 可以稍微自己增加一点 前左右 哦 左右 对左右 好可爱的动作 对吧 哈哈哈 如果你 你更想就 稍微可以给大家快一点 更好的激活嘛 对 哦 可以按照自己的节奏来调整 是 然后呢 如果在这个过程当中 大家也可以做一些稍微的 稍微就站姿 就是把腰部啊 可以在 因为在跑的时候 腰其实很累 因为它是一直是这样的 嗯 我们一定要把腰 所以说我们可以做一些 好 看到没有 嗯 对 一 二 三 好 好 我觉得现在应该彻底激活了哈 对 真的是基本上全人上下 嗯 都都可以 都可以去进行训练了 因为 嗯 当我们慢慢的有一点微喘的时候 后背微微出汗的时候 这时候我们进行我们后面的功能性训练 我们跑步都会不一样的 嗯 就是试半跟背吧 现在我们已经彻底的激活了我们这个身体的机能了哈 是 所以我真的觉得两位已经忍不住想跑了对不对 跑起来 那我们就跑起来了好不好 感受我们 马上我们一步到跑步机上 来两位有请 好 就是我自己跑步的时候有个习惯就是 先走一会儿 然后再慢跑一会儿 然后再中速再跑一会儿大概就这个过程 所以是会有一点点变速对不对 对会有一点那我们先走一会儿 好 我们先开始 开始 这个调速在 咱们先走 好 先走它就很慢 这个 这么慢 好 我们可以稍微调快一点 我觉得可以稍微调快一点点 我们速度可以加到3吧 3 3 嗯 如果你平时正式跑的话大概就是走一分钟左右 嗯 然后在走的过程当中一定要不要分神 嗯 不要分神 对 好 我们已经已经30秒了 然后我们加速到加速到6 6 加速到6 好 那我们就慢跑了 在跑步的时候呢 大家尽量要把双臂打开 打开 不要夹着跑 好 所以一定要这样挥起来 对 因为跑步呢也需要有姿势 有 这样会跑起来会更轻松一些 就我之前看他们那个很多人跑步啊 嗯 因为我也在网上去查了一些跑步的一些正确的姿势 对 他们说那个不能用脚跟直接着地会很伤膝盖 对 是有这个说法 是有这个 所以说他们 呃 呃 全系跑线 他就会根据主攻保护 明白 嗯 你看他们两个人还是平时有在运动有在跑步的 跑步的时候还能聊天 对 我要上去可能跑两步我就已经差了 也不行了 而且就是装备 就是你的上身的衣服很重要 对 你跑步的时候会出很多汗 嗯 所以说你要快速的去吸汗 啊 然后让怕着凉嘛 对 透气很重要 对透气很重要 好吧我们 我们中速跑加到8就行 嗯 嗯 大概就以中速跑 就根据自己的这个平时跑步的习惯 嗯 来进行就是比如说10分钟 20分钟 30分钟都可以 哦 所以正常配速到8差不多 对 是一个比较OK的一个 我记得之前我用跑步机的时候 会加一点坡度 就是在中速的时候 就是它可能会跳跑波 就会让你更加的有匹配感 哦 而且就是特别练小腿 特别练小腿 如果想练小腿型的话 加点坡步 就相当于有一点爬山的感觉 对 所以这就是一些小的tips 好喜欢跑步的各位朋友们 也可以学起来 既然他们的体力这么好 要不然我们来玩一个快问快答吧 哈哈哈 看出我们没有喘就要问了 对 看出你们还能聊天可以的 第一题 请问一下 运动后拉伸可以延缓肌肉疲劳吗 是还是否 是啊 是的 我们运动后一定要拉伸 第二题 运动之后不能大量喝水 是还是否 是 是的 运动之后喝水的话容易反酸 然后会比较容易恶心啊 呕吐什么的 好 第三题请听题 酒坐是否会伤膝盖 是还是否 酒坐是不是应该伤腰啊 所以这个是否还是 是 是 对我跟大家说一下 酒坐不动呢会减弱我们腿部肌肉的力量 会导致我们的膝关节更容易在高强度的冲击下受伤 明白了 来 第四题 多运动或者多锻炼意味着更好的效果吗 是还是否 哦这个应该是否吧 否 我觉得 要适量吧 适量 要因人而异的去科学的训练是最重要的 对 没有错这个是否的 第二题 出汗越多燃烧的脂肪越多 是还是否 不是 不是的 对 我们这个体重啊脂肪减少跟这个出汗多少 其实是没有没有关系的 对 最后一题 肌肉疼痛说明锻炼有效果 是还是否 否 否 这个 这个其实我不太确定 那我就来跟你说一下正确答案就是否 剧烈运动我们对肌肉这个纤维的会造成损伤 从而导致我们的肌肉酸痛 肌肉酸痛其实并非衡量我们锻炼结果的一个标准 明白了 所以 结束了吧我们 结束了 好 你们OK了吗 OK了 好我们可以 稍等 让它先慢下来 慢慢缓下来 对 不然突然停很容易 受伤 哇 哇今天又是这个体力的锻炼 同时还加入了一些脑力的活动 真的是 来我们请两位回到我们的中央 怎么样我们跑完步骤后 这个衣服带给你的感受如何 就是很轻盈 而且很透气 很透气 不会有什么负担感 没有什么负担 所以跑下来之后 星老师有什么要跟大家总结的吗 我感觉战战特别棒 不管是他对品牌的了解 还是刚才我们带他进行的一些运动 还有他的跑步的姿势 而且他都是非常有意识的去调整 特别是在跑步的时候呼吸 一旦你的呼吸不 呼吸很重要 不匀的话 你可以出现插气 坐得疼 然后呢你也会直接就停下来就是喘 对 所以他呼吸调整得非常好 还能跟我们打题啊 跟你聊天啊什么的 真的可以 因为毕竟我是专业嘛 那战战呢他是还是以爱好者 自己的事业为主 那这样已经感觉不错了 也希望战战保持 谢谢 所以刚才两位真的是非常的厉害 我们就完成了我们这个训练课的课程 然后我们的邢老师也给战战非常好的一个肯定 我们也希望两位就是可以继续的把这个跑步的爱好维持下去 然后有一个非常好的体魄 好 接下来我觉得应该要来拉伸一下 因为拉伸在我们运动之后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环节 没错 那邢老师 因为拉伸呢 是让我们肌肉很快的得到缓解疲劳 第二天避免受伤嘛 酸疼 最简单的跑完步就是拉大腿 就站直拉一下大腿 然后呢自己拉一拉 双手拉一拉都可以 大概10秒到20秒都可以 有有有 然后可以换一下 大家可以换一下 我也没有跑步为什么要跟着拉伸 对 因为拉伸是很重要的 是拉伸呢它的专业术也叫重生 就让你的肌肉很快的得到恢复是很好的一个作用 所以这个拉伸大家一定要记住 在运动完之后一定要去做这个拉伸 才可以缓解我们第二天这个肌肉酸痛的感觉 没错 所以怎么样今天运动下来感受如何 感受 反而我觉得身体更加的轻松了 因为我觉得流汗跟运动是一种放松的一个方法 一个方式 对 而且我们看到 哇 开始流汗了 你真的很容易流汗 我很容易流汗 秦老师还有什么样的这个关于拉伸啊放松 或者运动的一些 我还是通过这么一点点 就希望大家在运动后一定要积极的按摩 拉伸 在运动后一定不要懒 我们还是要保护好自己的身体是很重要的 嗯 没错 是 那今天我们的这个运动的实战的课堂呢 也到此要换上一个句号了 对不对 然后呢今天我们也给站站跟邢老师准备了一个捷克纪念 我们也请工作人员把这个纪念送上来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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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来来来 来 邢老师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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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 给大家来展示一下 来 我们看到这个非常好看的这个捷克纪念 我们除了这个纪念之外呢 还有一个象征着跑步精神的接力棒要来送给两位 这个要把精神传递下去 对 要把这个跑步的精神来传递下去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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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样 拿到我们的这个纪念跟我们的接力棒 有什么样的感受可以跟大家来分享一下 就拿到这些我现在就想去跑步 忍不住想跑 一会儿节目结束以后我就要去跑个五公里 也希望站站呢积极锻炼身体 然后呢拍出更多的好的作品给我们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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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拿到这个接力棒我觉得 它给了我一种力量 就是有一种把这个运动的这个状态 跟这个活动积极地传递下去 让所有的人都加入进来 跟我们一起跑 诶 非常好的一个祝愿 我们希望大家都可以加入到这个跑步的行列当中来 那我们要再次感谢两位 今天我们的活动呢 到这里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 好 我们希望大家可以积极地参与到 忍不住想跑的活动当中 要再次的 谢谢今天收看我们活动的各位朋友们 那 要再次跟大家说一下 我们线上跟线下 我们终端门店 将会有众多丰富的活动 跟多种玩法等待着大家来探索 请持续来关注我们 李宁跑步官方的微博微信 期待大家的参与 好 那我们也希望两位可以 让我们把接力棒传递下去 让更多的人加入到我们跑步的行列当中来 对 忍不住想跑 一起来加入我们 好 来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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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